我们每个人 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 是用小我在运作 用自我在运作 这种小我自我运作的方向 走向就是会走向 越来越自私 美其名说 我们是自由 为了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 它强化的是个体的自由 而不顾整体的安危 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自由 强化小我 强化个体 会让人的自私自利之心 越来越强化 而这种自我意识越强 越自私自利 它导致的冲突 对立就会越来越严重 从小家庭开始 就是跟另一半 一直在对立 谁也不服谁 都要争 家庭就很难真正的安定 很难真正的和谐 这种自我意识越强 在社会 它处处就要展现 我要比别人厉害 我要把别人比下去 我要把别人斗下去 这样的社会会形成恶性的竞争 恶性的循环 这个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竞争 有进步 但是人性却越来越堕落 人与人之间 距离越来越远 越来越冷漠 进一步 为了灵力 不择手段 勾心斗角 耳鱼我诈 陷害 这个都是小我生命在运作 有些教育 有些培训机构 有些教育 它的方向就是 让一个人的自我不断的强大 壮大 表面上 看起来好像蛮不错的 很好 很有效果 敢做自己 问题是 它没有灌输整体意识的话 这种强化自我的自由 到后面就是一盘善杀 它后面就是一团乱 没有团结意识 没有整体 没有整体意识 考量什么事情 不是为整体在考量 而是变成 为自己 为保护自我 为巩固自我的利益 只要看到 跟我自我所要的 不一样 有冲突 就是不断的争斗 用所谓的弱肉强食的观念 要壮大自己 要打赢别人 这个世界 它就会不断的冲突 而且会耗费世界更多的能源 所以要知道 这种强化自我的走向 会让人自私自利之心 越来越浓厚 它为了要保护自我意识 强化自我意识 它就会产生更多的对立心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就会冲突不断 像有些国家 为了防疫 规定 要戴口罩 但是 很多的人 他就认为 你这样的规定 是违反了 他们的自由意识 政府规定要居家检疫 很多国家的人民 他们就认为 你这是违反了 自由 这是违法 违宪 这是不应该 所以他们不愿意 听从政府的指令 结果导致 在防范疫情方面 就很难做到成效 他那个自我意识 他就觉得 你这样会干涉我 你怎么可以叫我戴口罩 你怎么可以叫我 隔离在家庭里面 他想到是他自己所要的 而没有想到 他的言行作为 会带给其他人 多少的副作用 所以这种 自我意识越强 整个社会 就会形成分崩离析 希望大家进一步体会 人本来是要活出 我们神圣的生命 但是这个神圣的生命 不是那个自私自利的 自我意识抬头 不是这样 神圣的生命 他体会到 我们生命的实相是 我与每个人 都是生命共同体 神圣的生命觉醒 他那个心胸度量 一定是越来越大 他看到原来我跟大家 大家我跟所有的人 是生命共同体 我如果自私自利 只会自己的话 会造成整体的伤害 神圣生命 他会充满了慈悲 充满了大爱 他会考量到 整体的福祉安危 所以有一种 他自然会生起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这种神圣的生命 他是走向淡化自我 淡化自我之后 他的那种大爱之心 为整体考量之心 他就自然越来越浓厚 自私自利 他就自然越来越淡薄 慈悲大爱之心 利他之心 他就自然越来越浓厚 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家庭要和谐 就是要淡化 那个自私自利的自我意识 社会要和谐 世界要和平 就是要淡化 那个自私自利的自我意识 当人类神圣的生命 觉醒 他自然就会体会到 生命的实相 我们本来就是同根同源 神圣生命的觉醒 他自然就会体会到 所有的民主 我们本来就是同根同源 我们本来就是 一体的生命 一体的世界 神圣生命的觉醒 他不会去计较 较量 我个人 怎么样怎么样 他会考量到整体 而且 他会看到 表象上虽然有不同的民主 虽然有不同的皮肤颜色 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 都是相同 都是平等 那一种种族歧视 他就自然的不会有 他会用爱己之心 去爱护所有的人 你要促进家庭的和谐 要促进社会的安定 促进国家的安定 要促进世界和平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要把我们神圣的生命 唤醒过来 让我们能够把心胸度量 格局视野打开 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 人类是个生命共同体 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 这是真正的真理实相